美国国会议员全体起身鼓掌 欢迎长达20多秒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房美新来到美国国会 全程以英语演说 提到日本不再局限于担任美国最亲密的盟友 而是着眼成为全球合作伙伴 与美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特地提起中国及北韩 俄罗斯等威胁破坏全球自由民主 警示今日乌克兰有可能是明日东亚 同时岸田文雄也喊话 日本与美国会继续携手合作 一同承担国际责任 而在日前的美日联合声明中 拜登也证实日美合作的重要性 外界分析拜登与岸田文雄在白宫举行峰会后 宣布美日战略合作进入新时代 传出美日领导人在会上达成了大约70项合作协议 其中主要在应对更加武断的中国 除了官方正式的声明与交流 日前受瞩目的白宫晚宴上也有不少看点 高龄82岁的歌手保罗赛门也受邀现场 席间灌溉云集 嘉宾包含前总统柯林顿与希拉蕊夫妇 苹果执行长库克 好莱坞影星劳博迪尼洛等政商影视名流 日本知名浑身团体由阿苏比更罕见受邀 美国向来以国宴争险与最亲近盟邦的关系 正是日本首相历来第五度成为国宴主客 现世美日同盟更加坚固 环宇新闻吴光辰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